6月初,沈太太与警察丈夫在一片喧嚣中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,除了亲朋好友的祝福声外,还夹杂着窗外呼啸而过的警车鸣笛声和戒恋不断的示威口号声。 在他们签字结婚的那一天,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非法聚集,强占道路,袭击警察。沉浸在新婚中的他们或许不知道,香港将陷入长达三个来月的撕裂和纷争中。 从去年12月开始,沈太太已与丈夫计划结婚。找了师傅,订了日子,也约定好到埃及度蜜月。 但他们的蜜月计划被一场席卷而来的风波打乱。签字结婚的第二天,沈先生便从新郎的身份处理出来,走上前线。 沃先生是日日都在前线,他是要拿着盾牌,拿着警棍,或者是要拿催泪烟放,或者是举派那些,他们轮廓做的这些位置,但他一定是最前那一群人。 由开始都是回9个10个小时,到现在他已经回差不多12至16个小时不等了。 我又很熟悉他,如果他跟我去玩,但是心都挂着工作或者什么,我不觉得我跟他玩得开心。 那玩我们可以再计划,但是我知道现在我都没有什么支持到他的时候,那我唯有支持他想做的事。 支持是沈太太所能为丈夫做的事情之一。 沈太太的支持是不动声色的,偷偷看电视了解前方警员的情况,为丈夫做他最喜欢的菜等他回家。 替他照顾好他的家人,面出后顾之忧,给他买一副防雷射的眼镜,希望把示威者对他的伤害捡到最低。 帮他按摩调制香薰,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黯然入眠。 不问不讲,是沈太太支持丈夫的方式,也成了他们这段时间来的默契。 心痛,说大哥越来越瘦,又睡得不好,那我在家里,我尽量不跟他说他的公事。 就算我现在工作有什么,不开心也好,其实我一直都很少说,我会自己处理, 等他小样担心,还有他爸爸妈妈,我帮他多点回去探望他。 随着事态逐渐升温,沈太太的忧虑越来越深。 铁枝,砖头,刀具,汽油弹,仿真手枪,激进示威者的武器逐步升级。 冲击立法会,包围警察总部,冲击警署,四处纵火,围攻警察,围打市民。 示威者的示威方式日渐激进。 沈太太开始关掉电视,屏蔽新闻,一夜夜地辗转反侧。 不断有前线警员受伤入院,温问尔雅的丈夫,第一次激红了眼。 她这个人一向都没什么脾气,她的情绪是很好的,她很温柔, 常常都说她包容性很大的。 那次她刚刚去下班,那个被人咬断手指那个,她都知道的,知道哪一对。 她见到的时候,她眼都红了,说了粗口,她说怎么可以这样,到底发生什么事。 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,让沈太太的丈夫在短短的十来天里受了近十斤。 身体上疲劳受累,工作上压力巨大,生活中被市民误解谩骂, 家庭里又缺少对家人的保护和照顾。 丈夫的难,沈太太都看在眼中。 心疼之余,支持丈夫的心却从没改变。 她有正义感的,她其实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。 我都问她为什么要去做警察。 她都告诉我,她从小到大,她都很想做一份有满足感, 可以帮到人的工作。 而且也有一份成就感,她很想去为这个社会做些事。 她选择了做这个职业,我都会支持她,这个职业是她的理想。 结婚前,不善言辞的丈夫为沈太太买了人生中第一份保险。 收益人是她,紧急事故联络人也是她。 沈太太说,家里多了个等候的人, 每次出门,相信她会把平安回家牢记在心。 沈太太的蜜月之旅或许将无限期地延迟, 但在她心里,丈夫的平安归家就是最好的礼物。 如果你说,打从心底很想和我先生说一句话, 无论她现在受了多少委屈,受了多少不开心, 香港的市民,怎样说他们是黑警,各样东西都好, 我们都相信她所做和她所选择的东西是最有良心和最有人性的。 在这一刻,她做的东西,她所行的每一样东西, 她的想法,我们都会支持她。 我们一无事求,真是求她可以每一天平平安安回到她家。 她能够回到她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